小朋友在閱讀方面 還沒有選擇權的時候 所讀的書籍都是由父母決定 所讀的書不一定是孩子喜歡的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師範大學 市立圖書館三個單位 共同推出喜樂網 夏日親子閱讀去 線上研習活動 主要是指導家長 善用喜樂網 引導孩子選擇他們喜歡的書籍 才能夠歡喜閱讀 在這個網頁上 喜樂網其實是包含了幾個 主要的精神 第一個就是我們為孩子 開發了一個線上閱讀的一個學習系統 是幫助孩子閱讀的 而且在這個閱讀之前 我們讓孩子接受了 試字量的一個分析 看看孩子的試字量 是導達什麼樣的顏色 還有認得多少字呢 這些可以作為他後續 選書的一個參考 第三個部分是孩子可以找到 適合他自己的書來閱讀 提高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 有成就感 現在的孩子習慣使用3C產品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父母有沒有用行動 鼓勵孩子們喜歡上閱讀 最重要的營造閱讀氛圍 除了要有書的環境 要有一個讓孩子能夠隨時拿到書 能夠看到書 然後營造出這樣的環境 氛圍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爸爸媽媽 你們要陪著讀 喜歡讀什麼書是很主觀的 父母幫孩子選擇的課外讀 是否真的了解他的喜好 透過喜悦網網站 可以檢測孩子適合讀哪些書 提供父母在選擇書籍上的參考 和陪讀技巧 人經衛視高雄綜合報導